说什么 你要的八十八万彩礼 我已经凑齐了 嫁给我吧 我告诉你 今天没有一百万彩礼 你就想娶我 这八十八万 是我现在所有的积蓄了 怎么突然就一百万了 现消的 你缠了我女儿七年 区区八十八万 经常把她取进门 你简直是在做梦 是我自己省吃景用 公楚楚一切的吃穿硬度 怎么就 小废话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 楚楚 楚楚 放开我 楚楚 放开我 快 快 儿啊 妈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 加上你妹妹的彩礼签 一共十二万 我都打给楚楚了 财礼足齐了 妈看你成家了 我也就放心了 芬芬 这些是我妈拿命出来的 现在你可以嫁给我了吧 谁跟你说收了你的彩礼 就要嫁给你 是什么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 当舔狗的呀 楚楚 你看在我这么多年了 不出去 吴玥 鸟哥 舔狗舔到你这个份上 也算是尽着尽 而且你太穷了呀 你总不能让我们的楚楚 跟着你吃一辈子的苦吧 这些这么多年 你们竟然一直都联系着 就算这世界上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可能跟你这个穷 国议结婚 哈哈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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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少你快看 他好像一条狗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看 看 喂 我说我看到了 对不起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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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停車 啊 小龙 這是 死吧 你有多害 你是 神仙 捡狗 捡狗 捡到最後一無所有 明明有人真心待你 你卻錯過了 阿神 焦獄 黎朱朱 你還有臉來 如果不是你貪得無厭 我忘也不會死 我哥哥不會被逼得跳腳自殺 現在你露臉的錢都沒了 你 你把我哥哥的錢吐出來 妹妹 妹妹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你不是故意 我只不過是想考驗一下小豪 對我的真心 被達到造成這麼大的事情 老闆說話 他跟周圓早就搞定了一事 靜觀其變 真假立憲 我哥每個月的工資全都給了你 他自己省了之前 用一顿饭才花幾塊錢 你呢 你卻憋著花樣的騙他 給你買各種禮物 是你 你把我哥害死了 我就是一百萬的彩禮 然後現在就給你 就當是給這苦命的兩兩 嘴裡 誰知道蕭橫那個甜狗 心理傳說能力那麼差 不敢 靈靈 你這麼說 好大我跟小豪有七年的感情 錢已經退給你了 現在跟我沒有關係 不過網上的網友就是他罵 你們 必須賠償我們三百萬精神損失費 哥 你睜開眼看看 這就是你愛了七年的女人 哥 你睜開眼看看 這七年來供他的赤船勇動 每天打五分骨 自己落下了一身的病 他卻一直很想壓榨 媽媽 江月 我們班的小透明 大雪我好像沒跟他說過話 小透明 人家可是江南首富的私生女 一直十分低调 回到江南後 成為了新一任的江南首富 你這樣厲害的人 怎麼會特地來我的葬禮 小豪 如果有來生 可不可以不要走 江宇他 他竟然喜歡我 這怎麼可能 可惜 一切都太遲 如果能重來一世 我一定好好珍惜真心待我的 既然如此 小爺我給你一次重來的機會 去探明一切的真相吧 記住 這輩子不要當天狗了 你沒事吧 楚楚不過就是又一次拒絕你的表白 你這又受不了了 這是 第九十九次向向華林楚楚告白 我重生到了 七年前 大學畢業的那一天 楚楚給你追求他的權利 已經是莫大的恩賜了 你給誰甩臉色呢 你這個狗皮膏藥 楚楚那麼善良 你讓他當這麼多人的面 拒絕你 不平心被狗吃了 江宏 難道這麼點小小的挫折 你都驚受不住嗎 我怎麼答應著你的表白 都沒有看到你的決心了 恩賜 決心 都重生了 誰還當田狗 搞事也才是王道 重活一世 我洞悉所有人的底盤 城區拆遷 虛擬貨幣物價賺負 老子知道的信息 遠超你 老子隨便挑一個都能吃上紅利 賺到了錢 小豪 分分鐘讓林楚楚 後悔自己的選擇 倒是 老子有的是妹子 小豪 如果用來生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錯了 林楚楚 嗯 有句話 我一直都想對你說 綠茶 只會影響我賺錢的速度 叫我追 說什麼 說什麼 拿來吧你 我們在一起吧 小豪 鄭下你想引起我的注意 也沒有必要 隨便拉一個表司 你來表白吧 我再給你一次道歉的機會 沒準我還能重新審視一下 我的關係 我再給你一次下 才知道 就憑你這樣的綠茶 倒貼我都不要 讓我跟你道歉 做你的春秋大夢去吧 小豪 你是瘋了嗎 你敢對楚楚這樣說話 你是想失去追求楚楚的權利嗎 同學 這是我給你寫的情書 打開看看 小豪怎麼回事 突然像變了一樣 難不成是在裡面引起我的重力 你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爸爸嘱咐我要低調 整整四年 除了老師 從來沒有人和我說過話 沒想到 他不僅知道我叫什麼 還把譽字寫對了 楊洪 就算你要找夏家 也不用找這種 叫不出名字的女婊子吧 楊洪 我不管別人怎麼說 這輩子 我不想跟你再做 我 我答應你 江豪 我這麼善良 就算拒絕了你也給你再來一次的機會 你倒好 轉身隨便找個人就表白了 你太過分了吧 你 林楚楚 幹嗎 你能不能別演 不演 你還想用你的花言巧語 讓我這輩子再見你 做夢 你怎麼跟楚楚說話的 你以為你是誰 你以為有錢就能夠隨意践踏別人的尊嚴嗎 你敢打我 老子打的就是你 林楚楚的口號甜口 你 他 這一巴掌沒有理 老子單純就想打你 這小子招死是吧 你給我等著 蕭航他瘋了吧 得罪了周哨 以後就別想在江本混下去了 居居一個周見 日後我可是要站在這兒的城市頂端來的 不說 你看你拒絕蕭航 他都失心瘋了 其實一個女屌絲還賺著不肯放手啊 真是屌絲配狗 天槍地久 怎麼你還想給我動真格呢 來來來 給他動我一下身上 你也不掂量掂量 你那個下崗爸媽 有沒有錢賠我醫藥費 我賭他肯定死 你們信不信啊 過幾年 江城守護莊子 將會舉辦招標館業 現場有無數的活動可以解讀 可一下 我連幾千塊的成本都 不過 周見不僅耗面子 還耗 如果能得到他的資質 我們就可以用他的錢 在晚年現場利用信息插解 弄 這一時 我要把前世的虛擬 三水還給 把這社會 打輸住院 打贏做了 與其跟你動手 不如 我們賭一幕 好啊 賭什麼 如果在三天內 我能賺夠一千萬 你就把你的全部身家給我 你敢賭 我堂堂周少 我會判你啊 那如果你沒有賺到一千萬 你就給我當一年小弟 對情敵當小弟 可真是要一輩子抬不起頭了 好 就讀這個 我告訴你吧 三天後 莊小姐 將在江北舉行投資晚宴 到時候會進行現場驗資 身價沒有一千萬的人 沒有資格參加的 結果 就在那裡接小孩 莊總 就是那個江北首富莊小姐 據說她五歲橫掃A股 十歲橫掃美股 二十歲天下無敵 這等的大人物舉辦的宴會 周哥你都能參加 實在是太厲害了 怎麼樣 敢賭嗎 成交 三天 賺夠一千萬 這個是很難的 你現在 有什麼想法嗎 這個吧 當然是找你借點本金的 這卡里的錢是我的生活費 可以先借給你 這裏有多少錢 不多 也就二百萬 二百 百萬 也就 我 我還有一個不情之情 我想去 那裡試一試 但是沒有人陪我 你可以陪我去嗎 這 沒想到你是 這麼急性子的人 人家還沒做好準備 不過 既然答應你了 就算是富堂蹈火 我也得 太好了 有錢的同學們都去那裡 我也一直想去 可我爸爸不讓我亂跑 這四年裡 出了事我要自己扛 生了病我要自己扛 所以 只要你陪我去唱K 這兩百萬就借給你 可以嗎 啊 唱K 嗯 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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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钱给我交出来 那是我爸给我的钱 不知死活的东西 坐下 我 跑 没事吧 原来那天晚上我救的是你啊 没想到你居然记得这么久 你的事都记得 小豪 你和周越那个赌约真的没有关系吗 三天赚够一千万 这可是很难的 放心吧 三天后 我一定会赢 并且 连本带立的还给你 不还给我 也可以 江越 你知道 黑神话哪吒吗 周上 您来看看 这是我们 黑神话哪吒的策划书 来 黑神话哪吒 什么垃圾东西啊 你这个游戏 既不充值又不抽卡 你拿什么赚钱 周上 我听说周老爷子 想让您投过此赌资 得到江北首富 庄小姐的赏识 我很有信心 以庄小姐的事业啊 绝对 庄小姐的事业 你一个做垃圾游戏的废物 你凭什么随便揣测 老头子给的五千万 早都让我花给零出数了 剩下两千万 即便要投资 也不能投资这个五千 请问哪位是黑神话牛家的负责人 张老板 萧衡 张老板 我还真是没有看错你 你这个垃圾公司 真是什么阿妈妈狗那么净 周上 你也别这样说 这位先生 也是奔着投资游戏 就凭他啊 他生命都没钱看啊 靠命硬活着 你居然指望一个穷鬼 来投资你们游戏 这不是江北银行的黑金卡吗 这卡只有一次性存款破位 办法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傍上了一个富婆了 把身子办 不过你的身价真够低级啊 区区一个黑金卡就能买你的尊业 周远 以我现在公平纪 你嘴巴这么给我放干净 碰巧这卡背后的人 您可忍得起 那我 看看你的条件吧 我们游戏啊 现在正在前期的研发 需要资金投入 所以呢 我们打算 放一半 作价 一百万 好啊 就一百万 虽然我很看不上你们这款垃圾游戏啊 但是如果能让这个家伙吃饼 我就会很开心 哈哈哈哈 你骂谁啊 你张白王 我要你一半的 并且我不干涉你游戏的开放 怎么 好 我就随便记你几句 你还真中计啊 你不会真以为这个垃圾游戏不卖得出去吧 三年了 将会是赴装景 对黑色放流战几起来吗 你个人一定怒不一百万 在重新里面 一五里高价收入 顺利物 换得二十亿度水 我提醒来下 就能在燕资大会上高价的赴装景 不仅能蓄资破得一千万 还能够持续水 可能与装景结晶 刘月 我可等着你跪下求我录火的那一天 好啊 我也很期待 你能拿这样一个垃圾游戏 创造出多大的价值啊 我相信 他们一定能做出最良心的活成 好 不得了 相信 什么相信 你懂吗 你们都懂吗 做游戏 不努力让玩家成 不想办法让老百姓 付出更多的人民币 不把玩家当成高仰来宰 不把钱钻进资本的口袋里面 谁会投资你们接下垃圾 如果做游戏是为了玩家 成名依赖而吹起 那浪漫药有什么区别 如果所有游戏公司都这么想 我猜游戏还会有未来吗 好 说得太早了 小宝 你少在这儿说票 我告诉你 你这个游戏肯定会搭在手里 你那两百万也肯定会设 不过我更期待 明天在宴会上 你会把本局彻底的顺利 那恐怕 有让你失望 小学长 您说的实在太好了 我们愿意把果分转上给您 垃圾游戏被废了 真是可笑 笑死我了 我撤 张老板 希望我们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欢迎庄总 莉莉 不好意思啊 张老板 没想到回国都飞机晚点 我是来今天谈 股份转上的 算这么大啊 不好意思啊 张老板 这刚刚有一位 刚毕业不久的小伙子 买下了我们一半的股权 什么 我凭着各个渠道的内部消息 才决定投资 你不有事 一个刚步入社会的亲民 又没有什么信息渠道 却能如此果敢的投入两百万 此人一定不减 是啊 他虽然年轻 但他说的话 的确叫人印象深刻 如果做游戏只是为了玩家 沉迷一来而充钱 那和滥油药物有什么区别 如果所有游戏公司都这么想 国产游戏还会有未来吗 这话 确定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是的 他不仅思想深刻 同时对我们的团队 也十分的了解和信任 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将冰卷有如此 看来我得会有冰卷消 我接个电话 庄老板你好 你知道是我 庄老板对黑神话 哪吒志在必度 我竟然拿下了一半的股权 庄老板必然会给我打电话 既然你这么凶有成竹 那就开个价吧 不能低于一千万 大卖给你多少股权 我们得见面详谈 你凭什么会觉得 我会答应你这么不公平的条件 就凭你对黑神话哪吒 志在必度 听人周董给周少爷五千万用以投资 只为拿下装饰集团楼盘开发的资格 周家对于此次活动 志在必得呀 全子无能 但唯独在投资方面有些天赋 庄氏集团那回地可是人人羡慕的肥肉 我周家岂能错过 你们这两个臭虫还真敢来这里啊 萧衡 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看 但是这次你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 你 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已经不喜欢 请你别再自作多情 你对楚楚说话放尊重点 资产不够 拖出去 我求求你 放我进去 我为了今天晚上招标晚宴 我租了贷款五百万 没有能力的人 就算贷款进入到招标晚宴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贷出去 我又还不上 我全家就完了 这人也真够滑稽的啊 没钱还又要来参加晚宴 就是啊 连一千万都没有 也配跟我们谈生意 看到了没 楚楚 验姿不通过 那就是下场 你一会儿准备以什么姿势被丢出去 瞧他这样呀 都被吓傻了 等等咱们就看他的好戏 你们几个是在扮小丑 真是郭总 年纪不大 口气不小 小月 他是你的朋友 爸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下等人朋友 小豪 我简直是对你失望至极 你不听人劝 认不清现实 现在就连知男儿 对也不愿意了吧 没钱就去赚了 在这费什么 楚楚 你就不要劝他了 某人在三天前 还说要赚一千万呢 现在 这不也没兑现吗 对啊 该不会是某人还没有做到 所以在这装哑巴的吧 验子的标准不就是一千万 轮到我车就清楚 去 周少 该您样子了 好 两千一百万元 哎呀 不愧是周少 帅气多金 不错 今日的运会是装进去办的 等他到这 必然要买我的游戏无分 我就有一千万 如果赢得和周月的赌鱼 我就有三千万进去 房地产业 楚楚 我真羡慕你啊 能赢得周少的钱 钱不钱的倒是无所谓 我现在庆幸的呀 就是当初没有接受这小子的告白 要不然 现在尴尬的 可就是我了 该轮到你验子了 这种穷鬼就不必验子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怎么 怕我验子通过 你儿子的全部身家都会输给你 你昨天跟我抢完游戏股份之后啊 我就已经把你的底线 我的一清二楚 来 我来跟大家讲讲啊 这个家伙呢 把这个女吊丝 昨天给讽开心了 从他那里啊 骗来了一张 有两百万存款的黑金卡 然后呢 就跟踪我去了游戏公司 我去买游戏股份啊 他也学着我买 结果呢 没几分钟就把两百万给发光 最重要的是 他投资了一个 根本就收不回本的垃圾游戏 这是他的银行卡流水 我来给他换 余额 三十二块八 我猜你现在是不是想说 你用不了几分钟 就可以赚够一千万 然后成功通过验子的 有可不可 我们周家上学 不能几分钟就赚到几百万 你销横算什么东西 那是因为你们周家 老子 透无资了 在这江北钟家英是了不起的大子 资产遍布各个行业 你一个芒芜小子竟然在这大放厥词 周大少没有将你赶出去 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你却不知好歹 辱骂周家 简直是碰之天狗地厚 雕方 没想到你的思想竟如此之急 当初就不应该给你任何一次追求我的新婚 我若是燕子成功 那我就履行洛言 把所有的身家都传给你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 跪下来 给你磕头认错 你若是燕子成功了 我答应 做你三天女 不过 你好像 没有这个能力吧 记住你们说的 赶紧燕子吧 周家怎么还不来 喂 你刚刚还信誓旦旦地让我等着瞧 怎么现在又壮阳了 你们怎么办事的 有人没钱燕子 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 萧衡 我看你简直是疯了 难不成 你要把赞成的天都捅漏吗 始终不知道你真是这种 你简直是 不要可救 先生 如果你要再被燕子的话 我就叫保安把你拖出去 我的投资人还没到 等他到了自然会与我合作 让我赚够一千万 别了你三天时间了 你都没有赚够一千万 你现在说 你等几分钟就有一千万了 你把我们当傻子了 萧衡 你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可能 可能还需要再等一会 这大晚上的 这俩人在这梦游呢 没钱的话呢 就履行诺言 来 跪下来 把鞋给我舔干净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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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衡 真是想不到我 你为我因爱生恨 竟不惜断送自己一辈子的前程 我真是庆幸 庆幸当年自己头脑清醒 没有接受过你一次的告读 庄长大 你们 谁是小伙 张小姐 刚才我们公司 我们是将为本地 骑尸的骑 张小姐 看我的 我们是瓷器汉叶老大 骑尸的骑 起开 起开 什么东西啊 那天静姐讲话吗 卫星 我是周悦 江北周家的儿子 庄总 我家与您手下 早年是邻居 按辈分 小悦该叫您一声静姐 谁是小宏 可是 小宏 你和庄小姐 你和庄小姐怎么认识的 看他的样子 来者不善 静姐 以您的身份 为什么要屈孙来死 找肖恒这个废话 他之前是不是得罪过你 他抢了我最看重 我当然要来 这 肖恒 庄小姐可是在国际上 都出了名的投资人 整个江城 无论哪家 听到他的名字 都恨不得立刻马上填上去 你怎么能得罪他呢 填 等会儿谁填谁 还不一定 小宏 你少在这儿装强做事 得罪了静静 你分分钟就会被江北商圈除名的 还有你说那个什么神秘人 也不用来了 反正你马上就要 滚出江城了 好了 阿姨听到 你是不是射先锋了你 静静 可是我们这些大家族 排队都拥不到的贵客 如果你说的那个神秘人是静子 我把头拧下来 你当九体 我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去定习 我要的是你下跪道歉 现上自己的全部身体 东洛 你不是说他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吓的人吗 他怎么会盘上庄静 你还为他堵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 我 庄静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为了这个垃圾东西 你居然给他出价一千了 你信不信我随便找一个抽卡游戏 分分钟让你们赔个金光了 同样都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差距就这么大 周少爷 您的目光未明也太多价 看来我与你们周家的合作 也该慎重考虑考虑 感觉庄小姐如此熟练不惊 你活得不累了吗 现在庄小姐再次见证 还不快把你的全部身家交给萧恒老板 反正我也给了你五千万入职 您给我那五千万 我给林初叔买奢侈品了 现在就剩下两千万了 好你个周幼 我给你钱投资 你全会用来泡妞是吧 不 我怎么生存你这种个废物来 周先生 老子打儿子天经利益 但我对你的家务社不感兴趣 还麻烦你儿子尽快兑性的我 下跪道歉 再给我他的全部身家 爸 我身上就剩两千万了 要是全给他 我阴子就过不了了呀 你 萧侯先生 是在下有眼 不是泰山 但我儿子如今手中 只有这些钱了 不如等 先把我业结束 我再把钱替他顶您 既然周老爷子开口了 这个面子 我还是得给的 只要你签下这个签条 我自然不会为难周云 毕竟空口无凭 我对周佳的信任 几乎为零 我去 三一个手印 这样更靠谱的 还有一件下跪道歉 这是周老爷子要替儿子带领 跪下 快跪下 赶紧给我跪下 跪下 跪下 小航 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周老先生毕竟也是长辈 我们不能 打赌赌的就是 挑选合作方也是同样的道理 周老先生 赌注是您儿子亲口定性 如今违约 我是否可以怀疑你们周家办事方面的 莫贵 莫贵 我愿都服输 可是小航 你不要太得意了 这场欠宝大会 我们周家志在 对 我一定会让你跪下 求我入局的 我 我拭目以待 周上 我可是跟同学们说话 来亲家照片 面子 你千万不能帮我丢下 你让开 自己没钱 还帮你少留社会 这也是你 站到丢查 配来的地方 有的自己 还不够对了吗 赶紧跟我滚进来 小航 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 我带下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十分钟之内 我要让黑社法的哪吒 彻底倒台 谁让我刚刚拿到三千万 刚好够三个人的面子 小航 我知道 这心里还是有我的 你放心 过了今天之后 我一定好好对你 你 说我走 你的眼子 我是你 朱朱 我们该怎么办呀 不会真的要不要 我们赶索办 我就是个招标晚宴 你就不信 自己进不去 这不是我们的著名校花吗 朋友前刚吹气完 自己被邀请参加上门晚宴 怎么这会儿 变成保家义了 小航 你就让我进去吗 只要你让我进去 我就什么都可以 真的什么都可以 抱歉 上刘晚宴 映长鱼狗 不可 好啊 把他们偷出去 你你你 干嘛 你给我 上给我 天夜的晚宴 意在考验各位的眼光 所以今天这里有很多没有标价的珍藏股董 大家可以尽情挑选 凡最终价值高者 可无条件获得装饰集团楼盘的开发资格 期待各位精彩的表现 刚刚算你走远 不过这健保啊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懂的 这里的藏品呢 有上亿的 也有路边买回来的便宜物 我看你怎么有 膝盖羊也不用嘴挠啊 听你放很好我都听你 哪次你赢得了 是吗 那我们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小红你看 这对玉佩一看就是奸货 如果我们能拿下这对玉佩 想必就能得到 进居房产行业的入场资格 这是 宋子的双生龙凤呗 我懂你也懂 这玉佩上一世来上了性命 纵观全场 宋将绝对能派到前三 光且将玉系绑和乐 这对玉佩可是全场最贵的藏品 不愧是庄小姐看重的合作人 眼光果然不错啊 她眼光好 我早就有所察觉 但到底能不能拿下这对玉佩 还要看她的本事 既然你喜欢 那我们去拍下 这对玉佩 我们要了 周月 我知道你和萧衡有过节 但这对玉佩明明是我们先看着 如今你们父子俩不分心来后道 说强就强 是我这 周老爷子 您是不是太没规矩 今天静姐的招标晚宴 是以健保展开的 不仅是要考察我们的眼光 更是要考察我们的实力啊 就算这对玉佩是你们先看着 你们有钱买吗 周家沈家 在江北排得上前十 放眼全场 也说周家最有实力 小航 你想跟他们比 难道是准备竞价吗 竞价 一个只会靠女人吃软饭的废物 也想和我们周家叫板 那今天这个板 我还叫定 我出价三千万 我还叫这个人 三千万 他怎么能知道 这对玉佩的具体价值 我们的藏宝价格都是保密的 他怎么会刚好叫出价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健保大师 鬼眼神 敢跟我们周家打价格战 我看你是吃了凶心豹子的 这对玉佩 我们出价五千万 五千万 招待小姐 麻烦帮我们落牌 等等 这鬼眼神通早就吵死人 我看这个萧宏 孙明就是经不起机 凑巧说中了价格人 刘小姐 我看您呢 还是慎重考虑 与此人的合作 我没兴趣跟你打价格 毕竟这对玉佩 就值三千 但那和江玉喜欢 所以 今天我还非抢不可 我出价 五千五百万 人家这是一智千金为红颜 赵老秀 看你们啊 就让了吧 对啊 本来就是你们不遵守 先来后到的规矩 如今 却让超恒多掏了两千五百万 在我看来 就是你们父子俩作局 故意让他赔的 需要我让他赔钱吗 他早就已经赔得分文不剩了 你的黑神话哪吒涉嫌抄袭 现在已经凉透了 小恒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个黑神话哪吒啊 就是个垃圾 你非不听啊 你还要拉着庄小姐来入局 现在游戏涉嫌抄袭 我看你怎么办 小恒 黑神话的游戏数据 只有你们内部工作人员才能 怎么会被 而且还被外国的官方媒体实锤抄袭 庄小姐 他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 难免会比眼前的利益所蒙蔽 我看呀 这分明是他拿到内部数据后 故意放出 对的就是赚这笔快钱 不可能 庄小姐 小恒一直十分看重这款游戏 从拿到投资后 就一直在为游戏的运行做准备 他怎么可能泄露游戏数据呢 我也想相信小恒的人品 但数据已经流出 难不成你为了让我相信小恒 去怀疑偶心力血 创造这款游戏的张老板 静姐 我一直都是为你好 我劝你啊 现在赶紧把这份合同销毁 把自己撤出来的 张老总 这一千万 对您来说 虽然是个小数目 但要是传出去 说您投资了一款抄袭游戏 这个脸啊 恐怕要丢到 国外去了 这么明显的恶意力 肯定是周运显出的 不过以后 我正好可以考验一下 庄静的能力 小恒 我们这下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黑手外 哪吒为什么会出现意外 但一定是有人恶意的一次 张小姐 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你现在推出 我可不接受你的后悔 还在这的场景 我看你分明 就不想推浪一千万 想被赶出去吗 张静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黑神话哪吒的股份 我一份都不会再给你 敢跟庄小姐口出狂言 你好大的胆子 我只会跟有远见的人合作 庄小姐如果因为这点黑料 就犹豫不去 那她也不是我心中的理想人选 小恒 你少在这吹你 你还敢说是你拒绝了庄小姐 我看啊 就是庄小姐看清了你这张嘴脸 不过你既然没有拿到 庄小姐的一千万 那按道理来说 刚刚的赌约我就没有输啊 还不赶快把我写的欠条 拉出来还给我 就你这样的垃圾 也配让我周甲给你下回 小恒 你该不会为了留在这宴会厅 不肯把刚刚周少 输给你的欠条还回来吧 人家啊 刚刚还一只欠金为红颜呢 如今钱没了 拿什么泡妞啊 哈哈哈哈 拿来吧 这么着急死啊 就不怕有这补证 哈哈哈哈 求你也配 周月片子不说啊 但在投资方面 可是继承了我的优良基因 他看不上的游戏 必然是个垃圾 我看你啊 分明也是看到了 黑神话罗战没有市场 还做出今天的恶事 小恒 我对你失望至极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和你有任何合作 话说的这么慢啊 庄小姐 就不怕一会儿会被打脸 打脸也是打你的脸 你坑蒙拐骗 混进健保大会 现在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 我要是你啊 我就找个高楼跳下去 免得在这里转圈丢着 可千万别跳 这万一真的死了 还得麻烦清洁工把这个垃圾里收拾干净 来人了 把这个丧家之权给我赶出去 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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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神话哪吒一定会成员得雪 到时候 我一定会让你们所有的头 这可真是阴火的 希望热搜能冲得再密细细 让其他人助手的内省反达了这 这正是信心的宣传 别说到时候了 如今你身无分文 我倒要看看 你拿什么给我抢这地一杯 招待小姐 落牌 江宇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更好的藏品送给你 江航 你不要在这里搞笑了 你现在身家三十二块八 你都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大会 不过咱俩同学一场 你如果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头认错 我可以替你求就行了 刚刚你就逼得我儿子当中下跪 现在让你还回来 也是理事应当 跪下 你怎么还在这挑衅呢 我帮帮你 走 我替他跪 江宇 你不要觉得他气体跪了就比万事大致 我没同意 我没同意 周月 你现在这么小致 就不怕大伙会被打脸吗 告诉你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萧头也终于会败给我 马子道 请问哪位是庄金小姐 是完了 不知马总有何事 我听闻庄小姐收过了黑石化的那点股份 看到没 你闹的笑话连马总都吃了 专门过来求胜了 什么意思 股份不在装害的手里 马总 就在刚刚我已经撤销了对黑神话游戏的全部投资 现在这款游戏的股份 全部都在萧衡先生手里 萧先生 我马老正是为黑神话股份而来了 马总 萧衡手里的游戏涉嫌抄袭 确实丢了我们中国游戏的脸面 不过萧衡本性不差 还望您别怪觉得 马总 您今天能过来啊 我们江北真是蓬毕生辉 只是不巧让您看到这样的场景 实在是抱歉了 不过您放心 庄小姐的一千万呢 我已经帮她给追回了 现在这一句话 我要全部行业封下她 来吧 拍张 哎哎 哎 舒服村国 赌计外国 联合打药和战游戏 你们非但我选择送饭 反而选上家庄 我瞅瞎眼见 你们还是个中国人 啥子 人家可是国外非常非常权威的游戏机构 公开发布的声证 这个黑神话的讹战 他就是设计的超 相信他们的国 哪吒 本来你是中国神话的人物 就能抄袭 那一三百五老 抄袭我们中国人 怎么可能呢 不过 要感谢这件事 让我注意到这款游戏 这场阴谋 就是外国游戏 对我国人游戏的恶意之心 我已经派人 调查清智 睁大您左眼看看清楚了 如今 黑神话 周恒 如今我有武艺的伤降 现在 我有资格站在这 小恒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肯定是你给我做的局 黑神话哪吒的黑料 也是你自己放出来的吧 就为了打我的脸 我相信马总 现在也只是一时糊涂 才会信了你这个鬼话 你是杀老子死吗 得罪的庄姐姐就算了 要是得罪马总 我们住家都得去街上要饭 是在下管教无方 在此向马总 方小姐 还有肖恒先生 放个屁子去 他只不过是走了公事院而已 我告诉你 你给我变嘴 让您今天笑话了 马总 不过您今天来 不如和我们一起 参加健保大会 还望您赏脸 小恒 你别以为你帮上了 马总的大腿 就可以评论清云了 我告诉你 现在全场最贵的这块玉佩 是我们周家的 我必然会让你失去七天之后 竞标入城的资格 失不失去 还轮不到你 说了什么 张大小姐 麻烦把这个佛头 帮我落牌 小恒 影迹也不能乱投一样 看这佛头 哪像是之前的样子 没记错的话 上一是在拍卖会上 这个佛头因为其貌不扬 只拍了几千块钱 后来才有专家发现 他价值过一 刚刚因为那个玉佩 竟然没有注意到 这可趁商周的城 商周 小恒 我看你还真是装的 没完没了了 周少女 一切还未揭晓 你现在得意得太早了 谢我 好好好 你别怪我没有机会 你要是真想 你现在就跪下来求我 求我把那关系 让给你 如果你能再叫我一声 爹的话 别说玉佩了 我把我周家所有的产业 都来让你继承了 周月 你疯了吗 我就是不想让这个天空 踩在我头上 今天天空别管我 我今天必须让你 就是现在 我旗下 这什么的仇 帐篷 这佛头 我看 分明是上周传的仇 北边的古安街 这东西 连五百万都买不上 看来马总 不太看好这个佛头 不如 我们来打个赌 好 如果这佛头 能卖出高价 我答应 一个条件 能让马总 答应我们任意一个条件 这简直是天大的福气 小航 我不懂这些 你确定 这个佛头 能卖个好价钱吗 阿总 我一定会让你 说得辛苦 这个佛头 我出价 一个亿 这个佛佛头 出一个亿 小航 我看你的狗屎运 你要到头了 今天你输定了 各位 健保时间已到 估值 正式开始 缓精磁瓶 价值 三百万 可惜了 现代绑品 价值 三百万 可惜了 你的玉佩 我原本小 我们两人一人一个 宋代玉佩一队 价值 三千万 怎么样 就算你猜中了 玉佩的价值 还不是被我们 抢战先机了 庄小姐 今日设宴 设计三千 七日后 庄师集团的楼盘 开发锦标 不出意料的话 这位周公子 红马会 多得头丑 我就说 你个臭老子 怎么可能应得了我 让小爷我再送 东月你帮了 这可价值三千万的 你竟然把它摔了 记得 非言非言 周少这一摔 这宋朝的玉佩 就成了孤品 如今这玉佩的价值 可是高达五千万呢 小恒 就输了 一定会输给我 地摊货 三块钱 喂 你就拿这么一个垃圾脖头 跟马总查赌 你是想让我们笑掉大牙吗 大师 您可以看仔细 这可是商周出土经 要是错 可别过人说 你没眼光 这真的是商周时期的常务 这真的是商周时期的常务 只不过是批量次 价值 不过三千 小房 你差点真以为你就是归眼神灵 原来 这是月董军 贫 是吗 那如果 是这样 你学我也学得精髓一点吧 一个区区 批量秋 你就是砸一个 还有千个万个呢 你不会真觉得 随便学学我 就可以让你的藏品价值翻翻了吧 你少做梦了 天哪 天哪 五星之年 能见到商周时期的御用藏品 我此生无憾哪 怎么回事 这里面怎么还此理 而且还是帝王御用 千真万确的 这确实是商周帝王的龙闻御佛像 万千的考古学家 寻觅良久 为什么都在天然藏在这个佛头里 这尊 旅佛像 租植 租租了 两个亿呢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刘悦 我还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 替我拍下了你的预配 否则 我怎么会转而反向 这个佛头 我宣布 肖恒先生是全场价值最高者 可过得七日后 装饰集团楼房开发的竞标签 马总 您可得运动胡书啊 一个要求 换着一层 直 直 肖恒 你居然敢刷楼子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佛头里面有个虚 所以才骗我 卖这个垃圾啊 骗什么什么好处都落到你头上啊 我花了足足一千万 才放出黑神话哪吒的黑料 没想到 居然还被你因火得福了 周远 黑神话哪吒的黑料 竟然是你疯了 生我活的又怎么样 我就是想把这个田口 踩在脚下 害一个下屯人 凭什么参加今天的议会 凭什么大祖 我全部是谁叫 凭什么 没想到周公子 如此愚蠢 竟然搬进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不过 还得感谢周公子这般操作 若不是你放出黑料 别人和外国打压黑神话和杀 我还没有机会 与萧先生相识 看来我不与你们周家合作是极其正确的选择 不然有你们这么愚蠢的合伙人 恐怕我江北首富的地位不稳 你 周远 干那么多蠢事 还不会改 周公开就没有你这么混蛋的儿子 爸 你再敢多说一句 我立刻与你断开父子关系 来人 周氏父子给我扔出去 从此以后 庄氏集团的任何活 不许周家人踏入范围 不 郭小姐 是否叫我子无缝 求你开呢 小航 你不要以为你拿了这种圈 就万事杂极了 我告诉你 庄氏集团的竞标 肯定会从你手上抢回来的 肖恒祝贺你啊 成功拿下竞标权 既然如此 我们之前的赌约是不是一概十四 肖恒 如今庄小姐和马总都在 你也不希望他们未来的合作方 是一个不想着信的人 一旦你赢了 可就要和楚楚谈三天恋爱 你三天的恋爱 听起来还真有意思 不知道我现在加入这场赌局 还来不来得及 肖恒 或许我们也可以重新认识一下 既然今日 马总和庄小姐都在现场 不如就请各位替我做个见证 这个林楚楚 贤凭爱护七人 后宫的鱼汤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我肖恒这辈子 最烦的就是这个狗眼看人低的绿茶女 所以特地再次宣布 这辈子 我跟林楚楚 没有半点关系 肖恒 虽然没了那对双生龙凤鱼配 但是你配得上这块更好的鱼 江玉 我爱你 嫁给我吧 肖恒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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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恒 江玉 你们今天让我接人灭嫂 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小姜总 你总不能看着我吃这么大的亏吧 如果是我们家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女 居然敢用这样的方式来更有争夺价着 姜刘哥 你是说 姜玉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 哎那我们不是更好去对付肖恒了 不过 要是让肖恒参与到庄小姐的广场开发项目中 一起成全 我就跟他参与成全 放心吧 我已经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的 跟姜刘哥的意思是 已经有对策了 他不就是肖恒最大的作点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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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嫌我 你可真是他回来 外面说你跟野男人跑的消息传的沸沸扬扬 你还要不要脸 来 伯母您好 我叫肖恒 姜玉的未婚夫 大清早的就草草草草草了 家里还有客人 不知道收敛点吧 老姜 看 你就是那个肖恒 坐下说吧 老姜 不是我说话难听 你说小玉私生女的身份 这笔已经够丢人的了 如今她又找了这么个没钱没事的垃圾人家门 你知道的 我一直视她为亲生骨肉 哎呀我真不忍心 看着她嫁给这样的废话 刚刚还一口一个赔钱货的家 如今倒也是母女情深 看来这女人跟泥楚楚一样 是个律长 这位冲突的话 必定会让他们抓住巴皮 说此见面 我买了新营养品给了她 今日前来 是为了 营养品 我看你是巴不得我们早点死吧 好抱紧小玉的大腿 拿到我们家的钱吧 阿姨 请你不要这么说笑 小玉啊 我们这个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你可别忘了你姓姜 咱们才是一家人 老姜啊 你看看你的女儿 我对她这么好 她到现在 都不肯救我一生吗 她来我们家二十年了 你说我能害她吗 爸 我调查过 她爸妈都是退休工人 家里还有一个没工作的命 不是我心胸狭隘 如果真让她进了咱们江家咱们 那一家子累赘可都得靠咱们来管 肖黄 要不然 肖黄可就真的是往火坑里跳了 我们从此 你怎么在这 初初呀 爱你最想信你了 你快把话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伯母伯父 小红这个人 他根本就不可靠 他以前追求过我 被我拒绝了 转头 出来追求姜狱了 他根本就是看着你们江家的钱 你要不信的话 你问他 你问他 是不是拿了姜狱的启动基金 是 我是向姜狱借过两百万 好我的妹妹啊 难怪我说你最近银行流水这么大 没想到居然用姜姐的钱 在外养这样一个废物 爸 肖黄他不是废物 我是借给他二百万 但那是作为游戏的启动资金 现在他已经转回来 何止啊 伯父伯母 肖黄这个人品行不断 他为了去拿到庄氏集团 进拍会的那个入场卷 他去勾搭庄女 把庄性迷的那个神魂颠倒啊 我好像听说庄家和姜家两交是试交 那千万不能因为这一个垃圾 毁了两家的关系 他得不偿失啊 伯父伯母 姜狱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 你是想把我活活气死吗 小猴 你觉得要不是看在庄镜和姜家的面子上 马老板 这对你不正 你好像现在身价过亿了吧 怎么就拿着几千块钱的券 你过来提薪啊 哎 我看呐 你就是没把姜家放在眼里 好你个小孩 居然敢打着姜家的名义在位招摇造骗 现如今身价过亿了 还敢听从靠白吗 我看你是国女 八千万万万不干净点 这里是价值两亿的玉佛头 和有四亿存款的黑金卡 我虽然我这些聘礼 却将玉给清 好好好 伯伯 既然您收下了聘礼 是不是 收起来 什么聘礼啊 而且这六个亿啊 这本来就是小玉私自挪用我姜家的钱给了你 他别人那都是看在我姜家的面子上 才跟你合作的 这钱本来就是我们姜家的 和你有半点关系啊 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娶小玉 那得令下聘礼 那钱明明是小玉自己靠本身 没想到姜姆这么讲 我之所以能赚到这六亿 确实是靠姜玉给他起的自己 这六亿给了姜家又过后 我也照样有办法翻身 翻身 你靠什么翻身 难道是靠骗周上那两千万吗 小玉 你还真是不要脸 什么 骗人 姜玉 你必须马上跟他分手 家庭被警到这次要他 就凭他这个人品 我绝不允许他进入我们姜家的门 爸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可信我 姜玉 我们这可是为你赛考 咱们留着一样的钱 哥哥会害你吗 难道 你非能逼我 跟你断权妇女关系 你才肯认清现实吗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立刻停了你的银行卡 让你看看 他这个废物 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生活 布老伯不拱我非信 如今我已经取得了 庄氏集团的楼盘开发候选择 我会用这次机会 证明姜玉的选择没有 你可能还不知道 庄静 把这次楼盘开发的资格 已经占了 你说什么 你东拼西侧换来的机会 在我家也不过是信手捏来的东西吧 即便你再怎么拼搏有多大的本事 也不过是一个靠走狗屎运发家的下 江流 你怎么能这么说消耗呢 海城 刘家的哨艺一早就被放行暗示 与其嫁给这样的废物 不如跟刘家联姻 也不枉我江家 培养你这二十年 少一生 因为家流贪污庄建工程 导致房屋坍塌的人间残暇 公然和百姓受伤 庄静江的首富 从此 爸 我这辈子除了肖恒谁也不想 您若是不认的 那您就当 没有我这个女儿吧 你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非得要逼得我 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也才甘心吗 为时 江六拿着她误法回到江湖 一直和江玉竞争江家财神 江五不得来 甚至被改出江家自立的路 此事 我不论如何都不能 这些残局再次发生 伯父 我知道您看不上我 但我一定会做出成绩 让您和伯 放心的把江玉交给 放心 你拿什么让我们放心 伯若 真的把江玉嫁给你 我们不仅会责罪 海城的刘甲 江北的庄敬 更是会让全城下的人耻笑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样说话 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往这赶她走 就把我一起赶出去吧 你们两个 大货管出去 马总 您怎么来 我来 当然给我的好友 送金鸿恨来 不是马总大下光临 有失远迎 还请马总原谅 一家人不说两天话 萧衡给在下的惊喜 跟远超 我今天总的对付 马总这话 可是萧衡投资的那款游戏项目 暴涨了 岂止是暴涨 金银售 在线玩家的预约人数 你高达两亿人 不仅仅 净利润二十亿 江鹏 可是有五亿分国 我就知道 黑神话哪吒 一定会成为传世经典 你们果然没有个事 我还是要再次感谢好宗帝人 那么股份分我一半 否则 我岂非错误率赚钱机会 马总 那是您眼光独到 看得出来黑神话哪吒的发展潜力 而萧衡 他不过就是误打误撞 三毛放死耗杀 不值得您啊 背这么厚的理 就是 之前江玉啊 还信誓旦旦的 说他们能拿下竞标 如今呢 投资资格 那还不是落在我儿子身上了 马总 我儿子江流 可是江南少有的商界奇才 您不妨 真的啊 江玉这脸上的印子 还新鲜 您这江家是对这个 销婚的女婿 不满意 区区一个靠偷鸡嫂 把发家的下 根本对不上我们江家 刚刚我妹妹因为爱情 冲昏了头脑 顶撞了我爸 所以我爸才动怒 何止是动怒啊 方断绝妇女关系 其实我来呢 这特派我好友亲风 如果江家 对他们俩二人的婚事呢 是这般看 那我这贺礼大可不必 送江家了 马总 别 别 小黄 请放心 不管未来 你起的是江家先帝 还是那个身份相遇 我这份厚礼的 都会给你背着 既然江家 不要这破天的负贵 那你们 可以自立民主 又一会儿 马总说笑 并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觉得萧衡 他发家的方式 过于上让台面 要不然 我们也不会 庄小姐 您怎么来了 是楼盘开发的项目 有新的安排 人来来还挺全 郑 我有件事情 要宣布一下 小黄 我正式的邀请 和江流一同 参与我们 装饰集团楼盘的开发 不知你印象如何 庄小姐 装饰集团楼盘 开发项目 不是已经让给我们 怎么这个时候 又要拉萧衡出去 据我所知 庄小姐的楼盘 大约需要十亿 才能够承接 即便江家身价不菲 但想要一次性 拿出十亿 还是有些困难 庄小姐这些 得知黑神话 哪叫报仗 所以才出此计策 萧衡 你还挺了解我 不枉我为你设的这个局 来考验你对 江玉的真心 庄小姐 您明知江流 已经接手了 房产开发项 赎金 又要萧衡入局 这不是 让他与我家人过对吗 对啊 我就是想看看 萧衡会不会会为了你 而放弃这次 进军房地产的接 如果他真的做了 那么我心甘情愿地退出 从此以后 不会再对他 有任何的追求 庄小姐这是让萧衡 在爱情和事业间 做个选择 萧 你准备好了 我不会放弃江玉 我也不会就这么 放弃这次的房产开发 我不帮 请你们相信 我会好好帮助 庄小姐开发楼盘 让你们看到 我有能力给江玉幸福 到时候 我会让你们放心地 把他交给 我看他哪是不想放弃 什么方程开发呀 他分明就是想 吊着江玉和庄走 两个都不想放手吧 凭初初 干嘛 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 你一而再而三而 侮辱诽谱 难道就是因为我拒绝了 所以心生怨恨 萧衡 你敢说 没有拿江玉当跳板吗 江玉 你敢说 没有拿江玉当跳板吗 要此生 仅凭嘴双 即便江玉再怎么 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会让您二老看到 我对江玉的珍惜 你记我的能力 小友 这世上 没那么多像我这样 也没那么多好金银 非诚犯的大 确实让你大掉了 但在短时间内 要做出超出他的成绩 可是 你更骗了 小豪 既然你选择了江玉 那我便不会再对你 开任何绿灯 我是个商人 公司的女 选中你和我一同 开发房地产 也是我考虑了三天 才做下的决定 但想要靠我 给你实现阶层的跨越 恕我之言 你凭什么 既然我说了出这句话 就没指望过抗争 萧衡这小子如此狂妄 难道是真的知道 什么内部消息 要是能在他这 套到什么关键性信息 继承权还不非我陌生 爸 我看呀 小玉线如今 也听不进去劝 不妨这样 就给这个萧衡一次机会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本事 也不迟吗 香刘哥 是啊 伯父伯母 我觉得 你们也很想知道 他究竟能靠自己 赚多少钱对吧 萧衡 要是一个月之后 你还拿着六个亿的聘礼 过来听亲 那可别怪伯父伯母 你咋 主君 说的简单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限定 要是他再去巴结哪个女人 去骗 那我们岂不是吃亏了 不如这样 我们将来呢 是靠食品业发家 我们就比食品内幕的销售 一个月 只要你超过我 我会让我爸妈 同意这个婚事 但你如果超过我 你就得奉献出 你全部的家庭 而我呢 会让刘家少女 前来登门提亲 正好让你 看看你和我姜的差距 这不公平 消防从来没有做过食品产业 没关系 让我来 你不必为了我 不如是无限 刘家姜牛早晚是个祸害 我能不能对小女子 这少女生的人心 不如想办法 竟离他在江江的地盆 我跟你呢 今天 凤晓 我们装作人不在 那我们二人就做个见证 如果消防能在一个月内 我赢了江上 相对 你可得同意 和我们二人结婚 诸位放心 一个月后 我一定会去将一个努力 说好了一起 卖下来的食品 可这些 孙兵都是这条货 谁用这种方式 比我输掉赌注 他们未免太看不起我 别担心啊 我就正让你看看 你男人舞 是怎么化腐朽为神奇 萧衡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许我开心 不行 我要好好吃饭 老板 竟然给您带到了 我说不 我一定会去你回家 你是想做自己的品牌 成立mcn机构 让网红来直播带货 请问你 谢各位学子和玉集团 预设我们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 separately 找找 发生 好 我 还真是急事啊 马总那边电话刚刚已经到了 里边请 我们聊聊合作的事 不必了 我今日过来就是告诉你 我没兴趣跟朋友一起聊聊 毕子九小姐 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不过万物 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 我们公司有意与你签约 你连聊的机会都不给我就拒绝 是不是有些太扫帅了 没什么好聊的 即便我现在不火 但我已经收到熟思集团的邀约 并且 并且 那家公司还是你好朋友开的 对吗 不知道 丽子九小姐听说过一句话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他们虽然肯出资包装你 却连一毛的分红比例都不给 这就是你所谓的朋友 你怎么知道 我不仅知道这些 而且我还知道 当你报 我以后 公司会私自以你的名义 售卖于你完全无关的螺丝 以你为恶人商标 却不允许你才以平之把 当你被包包装 又以违约为意 将你作为替罪 而踢出去 从此销声匿迹 成为抖一抖 用户心中的一门 你凭什么这样曲解别人 你觉得 竹子巨头为什么会花重金 去包装一个准几千和尺的数位 我看 你就是出不起高价 请用这样的方法挑拨离间 这种方式我见多 别以为你会在 我这是不准备投高价 因为我给你 是无分 卖多卖少 我们共同承担 我相信你的能力 更相信我的产品 所以 绝对不会让栗子就消息 不说我会 你对网红食品的制作思路 跟你的想法有八成相似 使用期一个月 我们可以根据销售 而再考虑是否签议 这样 你既有熟四集团托底 又有恒宇集团作为提供 何乐而不为 小老板 我为我刚刚鲁莽的想法道歉了 我愿意尝试合作 你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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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选择 大惊喜 小杭 您是 蚝友乐乐松米的老板 您是喜欢罗罗资本的总裁 今日能见到几位食品行业中的大拿 我深感荣幸 他们是我妈妈生前最好的朋友 按照辈分 我们应该叫他们叔叔 你们都是小鱼都跟我说过了 放心 我们会陪你打赢这场仗 有几位叔叔作战 我们定然可以成为江北第一 全国第一 小伙有一座自己的品牌 叫做爆打渣女柠檬茶 如今店面配方人员已经全部被齐 就只差几位叔叔做最后的考察 年纪轻轻胃口不小 真是后生可畏 如今庄市集团楼盘已经开始推进 只要我们能打赢这场 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江宇 我会成为江北第一座 做一个配得上你的男人 怎么了 生这么大的气 萧衡这个王八蛋 得不到我 就在网上诋毁我 我一定要摧毁他 让他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你看 老师们 欢迎来到粒子酒的直播间 今天为大家推出一款全新的产品 就是爆打渣女柠檬茶 这个海外仙代 全是疆域他母亲的资源 这个配钱货 居然敢用自己的人脉 帮萧衡转MCN机构 何止 萧衡拿我的Q版头像 做成爆打渣女柠檬茶的落步标识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是渣女 我看到有宝子问为什么叫爆打渣女柠檬茶 这个还要跟我们老板说起 他曾经被一个渣女深深的伤害过 以这个为创作灵感创作出了我们的爆打渣女柠檬茶 然后我们产品也要呼吁大家远离渣女 远离伤害 让我们一起爆打渣女 江柠哥你管管他们呀 你再这么下去 大家怎么跟伯父伯母提结婚的事 不就是MCN机构 他教后能做我也能做 我一定会让这两个垃圾净身出户 怎么了江柠哥 这关网红不都已经签过他了吗 那些垃圾嗓屁啊 我真正想签的是那个叫栗子九的网 他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 通过两条视频在全网宝西三千万的粉丝 一跃成为第一道 可他却偏没有签约任何MCN 各大集团公司都在联络企图签约他 可他并没有管理你 江柠哥 你就是签网红吧 最漂亮的话 我也不逊色于那个什么栗子九吧 况且 你我不跟关系 难道 你就不想 欣赏 加亲 嗯 你想怎么个情话 say away i want to see 江河 江玉 我如意要让你们两个死无藏身之地 大家不要再这么说了 我相信他 他绝对不会是因为张家私生旅的财产 好轻我 江总 你可算来了 林小姐的演技简直绝了 连我都有点相信 她是被渣男抛弃的小白花 现在数据非常好 直播间人数过三万人以上 现在已经赶到横与其他的头部主播 让楚楚继续走美墙踩人设 等粉丝达到五十万 立刻开心 预测 江总 栗子就现在也开始播 说明天有个签约发布会 您一直想和他合作 明天要不要一起过去 准备三二一上面接 萧逢了萧 你的死期就要到 说 你是不是像林楚楚直播时说的没 是因为我的身份才和我在一起的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的 如果我不是江家的私生女 你还会和我在一起 我不是因为你的身份才和你在一起的 至于你的身份 我早就知道了 不管你是不是江家的私生女 我萧衡这辈子 都认定你了 我这辈子非你不娶 我说到做到 明天就是赌约的最后一天 到了明日 无论你是不是江家的千金 还是普通人江云 我都只爱你一个人 无论你是穷小子消耗 还是新首富消耗 我都只会娶你一个 喂 谁啊 平平这个时候来电话 有没有定点利剑 哟 听肖老板这语气 是明天不想跟我签约了 这次我和江匹团 有深处的把握 签下来 这不是即将被赶出江家的私生女 抛弃原配的渣男吗 你们还有俩 江流 一月之气已到 我还想找你 没想到你先找上 我找你 你也配 我今天来这 是为了找寻那个诈气之性 利子酒 反正你迟早会输给 托逼这么着急找死 还是说 你也是来找利子酒 没错 我就是为了利子酒 一个新建不到一个月的公司 竟然也敢叫嚣 要签下著名网红利子酒 我告诉你 蒋家在食品产业深耕多年 都不敢如此的控除狂言 给一个底层的垃圾 你配吗 我调查过 我调查过 利子酒一个月的营业额 三千 而我们这个月的流水 比江市酒 多数整整无败了 只要我们能签下利子酒 你们 一定会是 利子酒小姐可是个大活人 不像中市集团可以 利子酒小姐的 这次能签约下利子酒小姐的 喜欢找死 输掉疆域也就算 没想到 现如今你要双手 将横玉集团补手让桌 那我岂有不羁的道理啊 是不是 那就别废话 我们还流水 藤玉集团 岳流水 一两千万 江市集团 岳流水 一四千 小航 你不是很聪明 我不过是故意放出 我江家的流水 你就这么轻易相信 还赌上自己新开的公司 你们两个 还真是天真 这怎么可能 江家的流水 在我这儿是公开的 这怎么可能 会平白无故 都送两千万 我们当然知道 你能查到江家的流水了 江流哥聪明 他刚刚 让我在楚楚那里 买了两千万的产品 不然我们真送给你 你还想要继承权啊 你一个私生女 你也不掂量力量 你配 江流 你这是作弊 兵不厌诈 愿赌服输 小豪 你自己刚刚说的 只要你说了 你会把横宇集团 双手让给 我早就知道 你会不这样 所以啊 我早就离好 这不合同 那 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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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了她快 签 签啊 怎么 怎么不肯签呀 让我帮帮你了 正月该报的成是时候可以报了吗 小红 你当初逼着我跟我报 下跪的时候 你可做小红有经典 啊 正好 江月 这件事你也再不干净 你在江家并不讲权 却擅自使用江家原有的资源 违规调查江家的领导 你记住 非法监察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会告诉所有的公众专门 你停止公众 而你呢 已经失去了继承权 老老实实的在牢里 待着去吧 来 将江月给我待过去 有赵还在家里等着他 哎 江月 是我对不起你 你尽心尽力地保护 我就害你锒刀入运 小红 别说傻话 我从来没有后悔为你做过这些事 我后悔的 是没有早一点看清他们的嘴脸 如果还有机会 我依然会选择和你在一起 带走 住手 如果我说算上我的这份 够 我说如果算上我那份 够 他就是那个一个月赚了三千万的栗子酒 网红呆货王 栗子小姐 我们愿意拿出百分之三十的部分 要请你入住我们机构啊 别的 小姑娘 别提到归齿 我们愿意赚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你七成分红 邀请您入伙 请您 一定要选择我们呀 李子九小姐 您 在下江流 江南首富江家长子 江少爷好大的排场啊 我还没进会场呢 您要收购 萧衡衡域集团的消息 就闹得废废 不知道的 以为今天的发布会 是为你办的 喂 李子九小姐 您有所不知啊 这个垃圾的 用自己的公司 跟江流哥打赌 如今呢 业绩不抵江流哥 不仅输掉了公司 他女朋友呢 马上也要嫁去 还成刘家了 哦 是吗 是的 那这么说 我是不是有机会 小刚 你现在身无分纹 江玉也只给他人为妻子 要不你考虑考虑 跟我在这一起 江流哥 你看他 我就说这个萧红品行不断 作风不聊 现如今不知道怎么着 又勾搭上了 栗子九小姐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妙 我看他呀 根本就没有把江家 抱在眼里 小恒 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 给栗子九小姐 灌了什么迷惑呀 但如果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楚楚直播直播的 那个富心汉渣男 我保证 我会让你的江北 一天都待不下去 小恒 他们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再放他就这样下去 栗子九小姐 肯定不会和我们合作 江流 你这么着急 是不是担心栗子九 我已经转手让给了吗 你以为谁都像江流一样 为老师 会不会你这个废 熊 奋断 换钱 栗子九小姐 她的选择可多的是 栗子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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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废话 江子集团 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外加三个点 我们江子集团 跟这些小门小户 没有可比性 我相信江子集团 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江流 我怕你失望 江哥 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信 江流先生 我的确很欣赏江家 但是 萧衡对我有质欲之恩 不妨直说 我就是欣赏他的自己 老板 栗子准备好了吗 萧衡 还敢说我做 我可分明一走就跟他 勾打在一块了吧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 把他捧成顶巾 哎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栗子九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权子 那全是靠他自己来的 而不是像你这样的助手 只会钻路动 投机取巧 就算你赢了我的公司 你拿的安心 萧衡 你少在这里装了 谁也不知道 你们的产品是把姜玉 母亲的关系换来的 你现在把自己的关系 用完了 都开始出败动身了 要不是你跪舔 那自己小姐 他怎么可能会选择你 萧衡 你真不用脸 口口声声说着什么 有多爱姜玉小姐 实际上呢 断了多少上我们的牌面的狗 现如今 我们勾结在一起 用这种悲劣的手段来赢得 这根本就不算赢 对 逼的这小姐能有今天 不仅是因为他自己 更是 萧衡在背后走推手 突然难以为 为什么这一个月都联系 那是因为 他和萧衡早有协议 这里是我这个月 所有带货产品的来源 全部源于 恒郁集团旗下的流水链 如果各位还有意义 可以去工商部门喝茶 我随时奉雷 姜刘 你输了 刚才我们还是说好 从此你退出MCN 堂堂姜家公子 他不会这么玩不起 我就是要用MCN机构 跟你竞争到底 你能奈我何 我告诉你 姜玉背后所有产品的渠道 都来源于他吗 这就是我姜家的资源 而你 始终是躲在女人背后 吃软犯罪 永远进不了姜家的资源 请问谁是姜刘 姜刘先生 有人举报你违规代货 经核查 杂人连楚楚账户下 并没有价值两千万的存货 你应涉嫌 多疑代货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好啊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天地良心了 我只不过是把你说过的话 向官方平台重复理 要我说 还是你们白痴 短时间的用两千万刷头 就算没人举报 也必定会被平台减 姜刘 请你现在立刻 跟我回工商局进行调查 否则你的罪名 可就不只有违规操作成一条了 凭什么 我就想知道凭什么 我给你们平台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你们分离不认识 就算我们刷单难道没给你签赚吗 你作为资本本身 利用消费者的信任 欺骗消费者的感情 通过刷单模式制造虚假数据 从而言你不理智小 你这样的心理 跟诈骗有什么区别 不把顾客当作衣食负 而是当作取款机 就算你身为资本本身 也迟早会有倒财的那一天 好 我 我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官众已经跟我们没关系 抓单是 这一切 都是周越找的鬼 即便违反法律 你们要抓的什么呀 是他 不是 你闭嘴 废话少说 跟我们走一趟吧 请吧 现在 这是个废话 对了 江总不好了 我的公司因为设计虚假销售 被全部查封了 几个同步网红账号 也全部被禁 如今他们正在公司 等着您赔偿为月经吗 什么 你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向刘哥 再怎么说 我也为公司创造过价值不是 包括 你看我们之前 也算有过感情吗 那个 公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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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贪慕虚荣的坚持 没有的罪我 这条小声干什么 把你跟周越踢出去 是我这辈子 给我最正确的决定 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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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这是因为什么事儿吧 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萧横 不过就赢我一举吧 这么快过来要我让位啊 好 真以为我的公司被封了 你就可以要我让位了呀 我告诉你们 别做命 我 依旧是僵尸唯一的继承人 你说这话的前提 应该是伯父还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事 如果伯父听到 自家出了这么大的丑闻后 你猜 自己还会不会是唯一的记者 小航 你敢 我们敢不敢 取决于你 江流 现在你我之间兄妹一场 我好心提醒你去 苏金儿 你只剩下装饰集团楼盘开发这一个项目 你若是再敢读手脚 我们一定让你后看 走吧 我们去和栗子酒 一同庆祝 肖恒啊 肖恒啊 肖恒 还真得好好谢谢你啊 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主意 楼盘 不会定 各位 我们一起喝一杯 毕子酒 你现在好歹是千万级粉丝的大网红了 但是现在还没找男朋友 是不是眼光太高啊 是啊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要不考虑一下 在我们公司内部消化得了 我喜欢的男人 很明显啊 远在天边 静在眼前 老板 要不要考虑换个女朋友 肖恒 我今天也算是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陪我喝个焦杯酒 不过分吗 当然不过分 今天 如果不是栗子酒小姐 我和肖恒在哪儿还不一定 这杯酒 我替肖恒谢谢你 江玉姐 今天我帮的是她 你替她敬酒 这不合规矩吧 肖恒 我好歹今天当了这么多人的面 跟你表白 就算你不预备给我个答案 为表感谢 喝个焦杯酒 庆祝我们合作愉快 没问题吧 好了 不逗大家了 今天肖总准备了惊喜 我们把舞台 交给她吧 小玉 我爱你 你是我这一生的尾仪 嫁给我吧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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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碎雨伸 小航 经过我这么久的观察 你终于认清了现实 终于就是个废 将有彩膏捧听 只有你 只有你才是最好的 你还愿意接受我吗 小航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有我 对吗 小航 我对你是真心的 这次会我追你 好不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谁来的深情比草剑 你凌处处的感情 我萧衡要不及 萧衡你别走 我知道萧留的计划 你说什么 今天你去他们那的时候 我亲耳听到 萧留说 要在庄小姐的楼盘开发项目上 动手脚 你跟我说这件什么意思 表忠心 指望我回头继续给你当田狗 没有没有 为啥是希望 你不要再记恒我呢 如果你知道这些有用的信息 可能 会牵上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上一世因为将刘造成了惨剧 就是因为他在楼盘上斗了手脚 如果林丑手真的能帮我抓住 关键性证据 那些灯热就不会发生 也算他功德一件 如果我说 我要你帮我办件事 只要你办了 我会考虑原谅 再给你介绍一种好的日子 我愿意 好 好啊 肖航 没想到 我们家小玉真的没有看错你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你竟然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你向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那我呢 也会承诺我的诺言 同意 把江玉嫁给你 老江 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 要不是他销横 你儿子的工资会被查封 你儿子会当众出炒 你儿子会背上几千万的违约金 住口 还好意思提你儿子做的一身烂事 要不是他心里藏了那么多的坏心思 能有今天的结果 赔偿那些网红的 四千万就当是花钱买了个教训 李江刘 从今天起 我就安心的把我的房地产开发好 哦 家族的食品线 就交给你们两个来打理 什么 这可真是天降恒不顾 没想到这一事 江玉居然提前了整整三年 就得到了江五爷子的重视 这样不仅少走了三年罢了 更是会让我们加速成为首富 放心吧 保证吧 放心吧爸 保证吧 承承 好 江柳啊 江柳 你说说你干什么不好 偏偏要去害那个萧横 现在还没他抓住了把柄 如今你爸还不让你碰食品线 你还怎么赚钱啊 好了妈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现在江玉村风 我爸明显要把公司交给他来打理 妈 你得帮忙 给我爸吹吹枕边风 我才是他的亲手儿子 妈 妈 儿子 想办法破坏 萧横的方的真心 江柳先生 你终于想通了 很荣幸和你合作 我相信 这次行动成功 我们定会成为下国唯一的资本 事先说 我只负责调包萧横的材料 以及帮你购买地皮 其余的事以及资金 可都得靠你去做 你放心啊 我既然想掌控整个下国的房地产 资金方面 必然准备公司 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 所以现在 我们合作公司 万事愉快 我只负责调包萧横的材料以及帮你购买地皮 其余的事以及资金可都得靠你去做 行道 江流这个混蛋 居然丧心并光套跟国外资本一起做工房事 小悠 你可有什么对策 我给了他那么多工程款 他居然敢贪污 贪污也就算了 还想要拉你下水 我这就去找他 中小姐 先冷静 不如先听听看 萧恒总数 都这么紧张看着我干嘛 我们如今不是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 说的简单 他们什么时间实施 怎么实施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知道吗 就是吧小悠 这国外资本一旦进入下 那百姓可能就买不起房 流离失所 往大了说 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天混乱 如果我说 我会让庄社集团的楼盘 换来预购的两倍收益 马总的跳蚤之父 会在国民度上显著提高 你们二位 可有兴趣跟我演场戏 萧恒 这别卖关子了 庄小姐和马总 早就说我们最信任的人了 你直接说 我们第一过 要怎么办 定官其变 真假的意思 知道 可是小神仙教会 林楚楚 你怎么在 张刘哥 张刘哥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 我是 林楚楚 你还真是个贱人 离开男家国不留是吧 刚从我这离开就给萧桐办事 张刘哥 你就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 好不好 都是小黄 都是小黄让我干的 我我对你的忠心 一片忠心天地可见 要不是迫不得已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张刘哥 孙师哥 你长这么漂亮 我怎么舍得害你 张刘哥 你真是说 现在你不会打我抛下了 当然 毕竟咱们曾经就剥一段感情了 但如果你真的想回到我身边 就得帮我做介绍 我总得考验考验你对我的真心呢 张刘哥 你说什么 你这样做 会当双面间谍吗 辛苦师傅了 过几天就要验收了 还得麻烦你们 好好把这个楼盘建起来 放心吧老板 我们保质保量 绝对让你这个楼盘 卖个好价钱 走吧 慢走老板 张总 事情都按照你吩咐的办好 您就怎么办 谢谢 肖恒 你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办到 不过 我能接受的讯息有限 实在没有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了 希望你不要怪我 说什么呢 好歹你也是帮了我个大忙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自然会做到 你做了好事自然会好不好 我会给你介绍一户好的人家 以后不要再做律常 感谢各位贵宾在百忙之中参与我们静后楼盘的竣工验收 今天呢 我们会对恒郁集团的肖恒先生以及江氏集团的江刘先生的两座楼盘进行验收 验收成功后各位可去售楼处购买房子 张老姐 咱们就别乱关注了 今儿大伙把前所没好 赶紧让两位小友介绍一下自己开发楼 对 首先我要向在场的大家表示最崇高的敬礼 今日在场的诸位都是非富即贵的存在 我很荣幸能向大家开发一个能配得上你们身份的楼盘 我所开发的楼盘奉言整个江南江北都是首屈一指不可多得的别墅中心 卢特的建筑风格融入了现代与古典的原性 室内设施更是一应俱全 一定会让大家享受到宾室如归的温馨 我要一户 这种户墙才配得上我如今的身份 我要两户 连在这给我父母也买一套 人到老不就图个住的书心住的有面子吗 大家伙这么着急送钱 却不准备货币三家吗 你这就是个普通的物败 放眼江南江北啊 没有任何 我们可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难道你准备让我们住这种尚不得台面的房子 那诸位可听说过 第四代住房 第四代住房 那不是博士还有代言 你可要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让我们看他一眼 国外的概念有什么好的呀 我们可是大家国的人 当然要住得豪气 住得淑心 对不对呀 你们既然想要豪气 那我请问 空中庭院 空中城市森林花园 你们想要吗 如果我们的房子 每层都有共享的公共庭院 和开放式可自由行走的街道 住户回家时 可将车停在空中家门口 并且每户都有私家庭院 这样的房子 你们想要吗 不仅如此 我们的房子 还利用了再循环的灌溉性 以及光辅太阳能电池 利用自然能源 满足生活中的需要 就连植物建筑 都不需要人力灌溉 直接使用循环雨水 这样的房子 你们不心动 这可听着太诱人了 都是别墅 但萧行的楼团 可是必称为空中的庭院 这我要是买下来 岂不是就成了江北 第一批入住的佼佼者 我要一套 不 我要两套 我要让我的家人 全都住上这样的房子 张总 我们的购房人先被打爆了 现在有上万名住户 点名要消耗老板的 第四代住房 张老板 咱们可得解决一个 先来后到 这么好的楼盘 你可千万要给我留一份呢 就是 张小姐 现在高兴未免也太怎么办 楼盘还没有验收呢 你就不怕出什么问题 江流先生所负责的楼盘 质量过关 验收合格 可立即入住 张小姐 怎么了 小航 你负责的楼盘 应涉嫌使用低质烂造的材料 质检不合格 小航 你不是说你建的楼盘质量绝对没问题 这才特意把我们叫过来一同参加验收的吗 现在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航 你可千万别开玩笑 我可是把我全部人家全都用来买进开发的楼盘 就为了与您结交 现如今你是想让我赔的血本无归吗 小航 如今验收报告就在我手上 你必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否则我就要走法律 告你违规改建 你就等着做大了 不可能 庄小姐 小航一直十分看中这次机会 怎么可能会用低质烂造的材料呢 真是让人笑掉辣达呀 江宇 你口口声声说着 小航有多么真心这次机会 但是依我看来 小航不过是借着这次机会 骗走庄小姐你所有的钱 大家请看 我手里这份 正是萧衡手底下包裹头 贪污受贿的证据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萧衡使用不合格的伪劣建筑材料 贪污款高达了三亿五千万 萧衡 萧衡 你还有什么好说 林处处 我还以为你敢欺规者 你居然还敢背叛 背叛 萧衡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只不过是做了证据的事情 难不成 你让我用着所有老百姓的钱 去帮你这个贪污受费的垃圾做事 萧衡 你是一点都没变 我只不过是看你可怜 哄了你几次 你还真的相信我了 还让我去调查江姐 萧衡啊 萧衡 我劝你清醒一点 我的良心 绝对不允许 让我帮着恶人做事 而你 就是那个贪污受费 害得所有老百姓流离失所 无下可归的恶人 萧衡 快行 萧衡 快行 萧衡 绝对冷静 我相信 萧衡绝对不是那种人 相信你有什么用啊 如今啊 现在政治就摆在这儿 萧衡 你现在必须立刻的给萧衡啊 分手 别让这个烂摊子呀 滥在我们身上 对不对啊 就是 大家都冷静一下 我觉得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人就冻出 这未免太炒帅了 是吧 你能替他赔啊 好了 我刚才买了七套房子 一共三千万 你们现在立刻必须退款 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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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这可不行 我们跟萧衡呀 可没有半点关系 他懒得干贪子事啊 你们找他算账去啊 请问 哪位是第四代住房代理人 张静女士 你是詹姆斯先生 梅丽国著名的房产大亨 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很好沟通啊 我在梅丽国听闻 下国建造了第四代住房里面的楼盘 可以来寻求合作的 很抱歉詹姆斯先生 我们确实造出了第四代住房 但由于我监管不佳 导致房屋反过自己 给大家添麻烦了 那简直是太可惜了 我本想带着百亿柱子装饰进去 开发楼盘 现在看来 我只有放行 庄女士 您将错过一个 绝佳的合作机会了 所有啊 如今你 死态的房子还罢了 看庄小姐 失去了百亿次送机会 即便为你私家破手 那手机功劳没有 这事啊 还对你爱护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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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黄 这下子怎么办 给我帮热线运定的房子 还有现场兵科的定金 以及 庄小姐的赔偿款 这次要是没有五百亿 这件事 那是无法解释 萧衡 我有听过你啊 在很短的时间内 身无分文 创造了逆天改命的时光 不过面对现在 巨额的赔偿款 这你该怎么做 萧衡 看来我看错你了 你现在必须立刻和江玉奔首 现在且给我滚出江家伙 爸 萧衡到底是不是真的贪污了工程款 这件事情还没有盖棺定论 你现在 怎么就和他们真的一边了呢 诸位放心 如果真的造成了损失 我会一人承担 你拿什么承担啊 现如今你的横宇集团 已经因为丑闻而骨质缩水了 你 马上就要破产了 一位 你 萧衡 你手下的横宇集团 如今已经面临破产 就连和你有亲密合作的 装饰集团也被你拖下水了 我看你要怎么翻身 萧衡 你这种社会底层的 你被跟我们这种资本作对 今天就是有刺激 底层人 如果没有你口中的底层人 你们又是如何成为资本 谁能在周 亦能复众 江灵 如果您能对这些所谓的底层人 多一些尊重 也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天 江灵要求我在萧衡的工地上 施工的时候购买劣质材料 但萧总心怀善意 将所有的劣质材料 变成了上席 用录音视频为证 大家可以前来证实 你王八蛋 你 什么妹 我没给你好处了 谁要你那臭钱 我要是不假装拿你的钱 萧总又怎么可能抓住你的牌牌 江灵的母亲 在世的时候 没少关注我们 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做人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江灵 你现在很有良心吗 凭什么把矛头指向江灵 分明是他萧衡的楼盘 没有通过验收 要骂 应该骂他 江灵 你给我把他房门空前 江灵 这到底是 江灵收买了外婆的质检 用粗枝滥造的豆腐炸工程 换取质检报告 而萧总的楼盘 就是因为没有花钱打点 才被拒绝质检 其实萧总的楼盘 才是最好的房子 江布斯 江灵 现在人证物证据死 你还有什么理念 我们涉嫌诽谤 受惠 恶意拒绝质检 拖下工人工资 请给我们做一趟 笑 你以为我们的计划 就只有这些 赵小姐 即便你报警抓了我们又不可 就凭你们这些愚蠢的大厦人 也想掌控房事 其实是荒谬 如今我美利国已经买下了大厦 绝大部分土地的开发权 现在你的资本 由我们说啥 笑 刚刚你不是很嚣张的 你不需要包围我们吗 没想到 梦中军烟 现在是 这么 抱上了外国了 就觉得自己的非法 那你这个西游战 被你们拖进工程土的工人们怨不怨疑 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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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区区区区 我随私随地都可以还给你们呀 想不议人意不可 你们大厦 不配 扎姆斯先生 我知道你身家秀 能赔得起所有工程 可破莫西子能淹死人的道理也可能 如果你不能处理好这件事 我相信你的狗狗 依旧是一团烂 不过就是有一队犯权就能解决的问题 值得你们大张旗鼓的都搞到这里吗 不认识大厦 目光短情 目光短情 你也配说这样的话 安排江流大肆收购地痞 未见粗制滥造的威法 偷请工人们的工程 买通质检部 是想吓唬了本性 全部提心吊 用自己的所有家当 换你们这些垃圾包啊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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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流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 你不过是想拖着百姓和工人的血汗钱 在楼盘大肆受处 立刻指着所有手艺重生逃回江南 他怎么吃都吃 你以为下国的百姓跟你一样为心 如果你们善待你目的 或许我们还拿不到你违规建筑的证据 你踩着百姓苦难上位的资本加起来 足以令天下人不耻 对 对 好 既然你们都不想要陪着 那是想跟我打官司 我陪你们扛到底 我看看是 我包围你们大厦国的任务先完成 还是你们的官司协为受理 赵小姐 我很欣赏你 如果你跟我合作 我会给你装饰集团大量注资 只要你交出手上的开发权 以及萧衡目前负责的楼 你我将会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如果我说不能 那我会让整个美列国所有的资本 对抗整个大厦 到时候这个大厦将会没有任何一个百姓 能够买得去防 江流 你这种行为 会导致大量不合格地产的出现 威胁大量百姓的安慰 到时候百姓的血汗钱 用来换作一个低质量的基础 想到会错底崩坏的 问我什么事 与我何干 我现在已经是美列国国籍了 大厦的安慰 和我有什么关系 江流 你这是卖国 你这个叛徒 逆子 太可得好 太可得好 好 好 美国有什么好 叛徒要如何 反正你从来没想过 把你的技巧让我来继承 我只会是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你有什么资格来去拉我 你有什么资格来去走我 留着你的棺材吧 给你那张国的白面的四周女去吧 江流 你还有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 你生在下国 长在下国 即便是爸爸没有 我会把你引起 这引起的引起 都是因为你 要都是因为你 勾引萧衡 服从身对我 我会跟出这样的事 现如今呀 到了现在的结果 只能说 你们江家人活该 那是你们下国百姓活该 活该 正如 你疯了 他不是疯了 他是选择了一条政权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金钱证据 只有你们这些愚蠢的大善 才会讲什么情谊 讲什么道理 詹姆斯 我本想 如果江流又会再实行 我还能考虑给他一点手 可你们现在的话 根本不把下国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们情 这是我通过微微知破才知道 江流和詹姆斯共挤 违法洗钱的证据 今晚 其实他们立刻带来 如今 你们身在下国 就该守下国的法规 反正我们大小的老百姓 有的是想让你们好 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好 既然你们不认 就别怪我不义 这整个大象 我们一传进行冲击 又让这个大象 成为我们的努力 就算你们抓了我 又我 还有无数的美丽国人 会牢牢地盯着这块 我和江流就算做了大牢 谁打下国 还是会被我们美丽国人 牢牢地掌控 詹姆斯 你不愧是能跟江流混在一起 同样的计谋我能用一次 就能用第二次 你以为我只包围着江流的对一个地位 不 是你们买的地皮 我们买夺了他们周边的所有 即便你们大楼已见过 即便你们价格在 这种作为没有生活商圈的楼根本没有进程 到时候无人够 你们只念 就是资金链回收断链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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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来那么多钱做这件事 如果加上我呢 如果再加上我呢 啊 你们早就串通好这个计谋了是吧 那就是做空占我自己的钱 想把整个大厦的房地产紧紧抓在手头 生是夏娥 此也是夏娥的鬼 生为资本 我当然要为我过的买戏考虑 想和我美丽国产 你们也 你们三个能买得了我一块 能买得了我全 就信我联合整个美丽国的资本 与你大厦国对抗啊 我江美留家愿注资萧先生 我江南同家也愿意注资萧先生 还有我 江美留家 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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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倾家当成 即便资金链停满 绝对让夏娥的百姓 陆入外国家的宣草 家人 这一场 你实在忘了 输在盼国 输在盼国什么叫水能载重 亦能负重 大厦十四亿人口 联名外邦明星 定会分开同情 即便美丽国如何绣张 我们定会 保护自己的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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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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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还真是走了狗屎院了 能给我找到这么好的嫂子 简直是我们肖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小红 妈提醒你一句 江玉跟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还一直跟着你 你可千万别顾服他 小红 看见了吧 现在啊 我可是多了一个妈妈和妹妹递我做主 以后 你要是敢对我不好就 找我妈和我妹告状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老婆大人 我发誓 老婆大人让我往后 我绝对不敢往前 一切一把大人的主 最高 哈哈 这还差不多啊 下方 要是可对我女儿不好 我唯一是问 要是让我发现 你敢在外边 有什么阴阴厌厌的 靠 江老爷子 可能要让您失望 结果这么一番考察 我实在是觉得 江恒就是我这辈子 唯一要找 结婚了那又如何 我们依旧可以公平竞争 江玉 你可得把小红看好吧 否则 我们两个 可是随时接盘呢 老婆大人 这里有两个外人 要分的那种 你可得替我做主 不好意思啊 小红已经是我的了 你们想要的话 还对吧 小红 你真是念缘不浅 刚报的美人归 还身价几十亿 你捡的就是 人称赢家了 您好 小红先生 我是微影集团的董 听闻了您的传奇事件 各此来要求您参加 全球人工智能论坛峰会 同时 我愿注资一千亿 投资您在江北 人工智能产业 一千亿啊 小红 那这下子 你岂不是最年轻的下国首富了 这也是过到天后了 真是 太爽了 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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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